一个年轻人正独自在家打游戏 但突然电视莫名的关闭了 而且他也瞬间有一种全身发冷的感觉 曾经的几次撞鬼经历 让他明白自己 这又是遭到了某个好朋友的突然拜访 于是赶紧打开了手机摄像 结果还真被他拍到了诡异的画面 请各位观看 可以看到 沙发上是并没有任何人坐的 但从电视屏幕的反射中 我们能看到有一个黑影正坐在沙发上 盯视着这名年轻人 虽然我不清楚这段影片的真假 但听说经常撞鬼的人是因为体质的原因 不知各位是否赞同这个说法呢 一个灵异探险小队在近期探索了一家废弃的医院 据周围的居民说 这家医院已经废弃了五年左右 他们在晚上路过这里时 经常能看到里面有鬼影闪动 甚至有时还能听到凄惨的哭泣声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这个探陵小队的镜头 来看看他们又会在这遭遇怎样恐怖的现象 这也很难的 是 这有趣的 这有空的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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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Qué pasó, güey? la puerta, güey ¿Qué pasó? se abrió ¿se abrió? justo en cuanto pasé se escuchó el ¿y la tienes? qué raro es tan raro a ver, a ver, a ver, a ver no mami, no mami, no mami ese, ese, ese ¿Qué pasó, güey? ¿Qué pasó, güey? ¿Qué pasó, güe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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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探陵小队 才刚进入医院没多久 就遭遇了一些诡异的现象 所以可想而知 他们这一晚的经历 绝不会平淡 ¿Podrían ser las luces? pero si está raro atrás, atrás aquí, aquí, aquí ¿salió de allá, güey? ¿salió de allá? ¿qué fue? ¿salió de aquí? ¿salió de aquí? ¿Hola? oye una voz de niño que respondió, pero no se fue de mi imaginación ¿salió de aqu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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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队员透过破损的窗户发现在另一个房间似乎有一个黑影在移动 可当他们迅速去往那个房间检查时 却又并无任何发现 不过职业的敏感性告诉他们 在这家废弃的医院内一定存在着些什么 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 他们逐渐扩大了搜索范围 可以看到 当他们又探索到最开始的那个房间门前时 房门突然被一股未知力量给狠狠地关闭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下把队员吓得浑身一击灵 可当他反应过来立刻去推门 能看到房门被这股力量给顶得死死的 而当房门终于被打开 里面却又没有任何事物 从队员的整体反应来看 这一幕似乎并不是他们伪造出来的 而我也相信在这家医院内确实可能存在着幽灵 因为当队员们最后检查所有拍摄画面时 他们发现其实自从他们进入这家医院开始 就已经被某种事物给跟上了 各位 如果有机会让你们也体验一下这种探灵活动 你们愿意参与吗 这段影片的上传者刚刚办了新家 这所房子的布局 以及装饰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设计 可以说是他的梦想家园 可就当他搬进新家后 准备拍摄一些新家的景象 发给自己的亲人时 却意外涉入到了一个令他极为恐怖的镜头 在这座大房子里 也许他并不孤单 可以看到 当镜头转动之际 有一个矮小的身影 正以极快的速度跑过餐厅区域 他的身高差不多与座椅平起 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孩子 但令人汗毛树立的是 他很明显是一个半透明的存在 并且很快就消失在了空气中 各位 难道这会是有一个小孩子的灵魂出现了吗 这明明是索新房子 他又因何出现呢 我真是有点搞不懂了 这段影片是几名年轻人在外旅游时所拍摄下来的 当时他们正站在一座小山峰上拍摄自然风景 但稍后他们便被一个突然闯入画面的恐怖身影给吓傻了 粗看下来 很像是一个人类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与人类相比体型更加巨大 而且身体的比例也和人类有差别 我们能看到他的手臂很长 行走时的动态也和黑猩猩很像 但他的皮肤颜色却又很像是人类 有人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野人 他正在追赶捕猎动物 那么各位又觉得他是什么呢 他真的会是野人吗 一切都有你裁决 好了各位 如果本频道还能稍稍入您法眼 那么请务必订阅本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期的精彩了 让我们在下期影片再会 祝您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